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法国的犯罪惊悚片《反美男人》 马修是一个搬家公司的工人 他爱好写作,幻想着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出人头地 著名作家安娜是马修心目中的女神 她的美貌和才华让马修恋目已久 而高高再上了安娜自然不会注意到 角落里有一个迷恋她的小屌丝 在马修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和写作 就是每天查看邮箱,期望着能收到出版社的好消息 但是她的写作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收到出版社的退稿通知 某天,一位独居老人的去世彻底改变了马修的人生 老人截然一身,无亲无故 家里的东西可以任由搬家公司处置 收拾房间的时候,马修意外发现 老人曾是一名征战沙场的老兵 盛前也喜欢写作 留下了一本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的《战争日记》 马修将日记带回家,反复观看着这位老兵的亲身经历 他对比自己枯燥无畏的作品 当即决定把日记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整理成电子稿 雪连连的战场把沙子染成了黑色 因此,马修给书其名为黑沙 很快,马修即接到了出版社打来的电话 出版社对马修的作品赞不绝口 谈起内容更是震惊不已 当得知马修只有26岁时 出版社激动地邀请他马上见面相谈 马修相当兴奋,却又带着一丝慌张 毕竟这不是他的创作 他也压根不懂战争 于是,马修把见面日期推到月底 回家恶补并不熟悉的知识 他把日记中的重要段落挨个罗列出来 翻阅着相关战争的详细记录 学习作家接受采访时的谈吐和措辞 对着镜子不断练习应对问题的口吻 背熟了满强的重点内容与相关战争事迹 一切准备就绪后 马修烧掉了老兵的日记 宴会上,马修侃侃而谈 煞有其事的介绍着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经历 人们都对马修的作品赞叹不已 那种纯粹简练的风格 冲击了他们的大脑 安娜对那位创作黑纱的作者崇拜至极 他当着马修的面 表达了那本书带给自己的震撼 这时某个知名电视台的主持人 盛情邀请马修参加他们的节目 安娜得知马修的身份顿感尴尬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 匆匆离开了现场 马修追上去直接约安娜共进晚餐 安娜受宠若惊 两人四目相对 从此陷入爱河不能自拔 三年后 他们已是一对如胶似气的恩爱夫妻 马上到了安娜父亲的生日 夫妻来最近也没什么事 就准备去安娜家小住一段时日 安娜家的豪宅租了在大海边 父亲张口就是私人图书馆 收藏古董枪这些高压的东西 此时出版社打了电话 催促马修尽快交稿 由于马修在三年期间 从未有新作的动向 而且大概拿了一笔很大的预付款 这让出版社忍无可忍 下了最后通牒 马修必须在周末前提交收稿 否则他们的律师会让马修归还预付款 面对安娜的疑问 马修再次谎称自己已经提交了出稿 出版社打电话给了他反馈意见 作为马修的崇拜者 安娜也和其他读者一样 非常期待马修的新作 可是马修对自己的水平心知肚明 他甘坐在电脑前一天 也没蹦出半个字来 这一天是岳父的生日 马修兴高采烈地准备了份薄理 但是岳父刚回来的干儿子 却随手掏出了捡价值不菲的收藏品 看着人家出手阔绰 马修就没敢献丑 妻子的富贵家庭给马修带来了压迫感 加上出版社的施压 马修内心倍感煎熬 他感觉自己的谎言 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些真正的文化人揭穿 之后马修的新作终于完成 但是他没有信心上交给出版社 于是马修改动了作者名字 故意让安娜看到了这部作品 谎称是出版社寄来让自己评价的 但他没有多余的时间阅读 闲来无事的安娜很乐意为丈夫解忧 主动请你帮马修看完 提出自己的想法 而这正是马修的目的 紧接着刚来拜访的安娜·甘哥 对马修的作品产生了质疑 甘哥不理解年轻的马修 为何能写出如此真实的血色沙场 甘哥父亲的军队 在那片区域驻扎了很多年 所以甘哥很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 他很困惑 马修仅靠查阅资料 就能描写出那么详细真气的环境细节 这拆台的话让马修没法接 只好硬着头皮说 自己做了很多深刻的研究 甘哥的怀疑让马修的压力更大了 他害怕到某一天无法自圆其说 会失去陷入今所有的一切 晚上马修旁敲侧击 循环安娜看了作品后的想法 安娜很失望 他评价这个作者的文笔太矫情造作 缺少灵感没有洞察力 可以说是一个不如流的普通作家 还感叹到像丈夫这样的优秀者少之又少 他很庆幸自己能嫁给才华横移的马修 第二天一早 马修接到了银行打来的电话 银行通知马修信用卡已经透支 如果不尽快还款 账户就要面临冻结 尽管马修一再车谎称 自己马上会有一笔钱款进账 但银行似乎只关心 马修是否能立刻处理 马修够了日备今晚电话 感觉自己快要被谎言掏空了 在多重压力之下 马修已经并临崩溃边缘 一个又一个谎言 折磨着马修的精神 似乎下一个 他的身份就要被识破 从而身败名裂 他受不了这种煎熬 独自出门飙车减压 树林中 马修心一横开始自残 他面目猙獰 不停用头撞出车窗 然后下车砸烂电脑 敲破车窗 伪装成被抢劫后的样子 医院里 闻讯赶来的安娜 心疼了一把抱住马修 而安娜的干戈 却毅然投来怀疑的目光 之后 马修将此时告知了出版社 他自责没有做好备份 丢失了全部手稿 出版社很无奈 只好暂缓交稿日期 催促马修 必须尽快重写一本出来 暂时骗过大家后 马修收到了一封信 信奉中竟然放着老兵的照片 马修有些发出 他没想到 除了自己 居然还有人知道老兵的那本日记 第二天的签售会上 压垮马修的神秘人出现了 神秘人自称是老兵战友的儿子 马修现在的行为 是在亵渎死者的回忆 充其量是个欺世盗民之辈 不过 马修可以出5万欧元 封他的口 就当买个保险 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 然而 马修的银行账户都快被冻结了 根本拿不出钱来堵神秘人的嘴 一晃几天过去了 神秘人等不到马修联系 便打电话到马修的岳父家 威胁马修看着办 马修慌了手脚 竟狗急跳枪 打起了岳父收藏品的主意 深夜时分 马修换上黑衣 捏手捏脚地潜入 白方收藏品的地方 偷走两把古董枪 砸破门上玻璃 迅速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幸好 马修偷走的 只是岳父的小收藏 所以岳父只是让警察 立了案 没有深入调查 最后 安娜陪父亲去海边散心 马修心事重重 也没有心思跟着去 但是 这起失钱 让安娜的干戈起了疑心 他昨天隐约听到了 马修在电话中提到钱的事情 于是 干戈带着好奇心 偷偷潛入马修的房间 翻箱倒柜 以证实自己的猜想 果然 不一会儿就找到了 那把失窃的古董枪 这时 去往办公的马修 路过房间听到了动静 他推门而入 正好看到 干戈手中 拿着自己的罪证 俩人扭打在一起 马修情绪失控 摸起古董枪 就朝着干戈的头上招呼 吃手杀的人 让马修无比懊悔恐惧 这下 他再也没有挽回了余地了 缓过神亮的马修 赶紧清理了血迹 把尸体藏进洗手间 然而赶在安娜一家回来之前 将干戈的东西 通通收起来 围造成他突然离去的样子 而岳父 显然已经习惯了 干儿子的神出鬼没 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马修顺时用干戈的手机 给安娜发了个短信 让佳人彻底放了心 但是处理尸体 成了马修最大的困扰 沉思两久之后 马修去仓谷找了绳子和油布 发挥他搬加工的专业技能 把干戈的尸体完美地绑好 随后趁着夜色 将尸体和行李扔出窗外 拖到海边 驾驶游艇 泡尸大海 看着尸体慢慢沉下去 马修紧绷的神经 终于放松下来 却不想 巡逻的海警在此时路过 马修坐贼心去 一头扎进海里 憋着气 拼命往岸边游去 等马修上岸 已是清晨 他躲过早出锻炼的岳父 小心翼翼地躺到妻子身旁 睡着了 然而 安娜并未入睡 他觉得丈夫有了外遇 因为近段时间 马修总是鬼鬼祟祟 不是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 变得魂不守舍 就是突然消失 不知所踪 现在更是彻夜未归 不把他放在眼里 安娜怀孕了 却发现丈夫不爱自己了 马修知道是安娜误会了 但他无法说实话 只好再用谎言来掩盖谎言 称自己是因为写新书压力太大 才会心不在焉 最终 安娜选择相信马修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为马修带来了灵感 他有感而发 写出了自传性小说 欺诈一书 经过多日奋战 马修完成了这部作品 与此同时 海警打了到了干戈的尸体 由于尸体包裹得很好 让警察发现了一些 凶手的皮肤碎屑 警察准备对附近的邻居 和安娜的家人进行DNA对比 这无疑是对马修的一次暴击 这时 贪婪的神秘男打来的电话 成了压倒马修的最后一根稻草 神秘男觉得 马修的岳父挺有钱 便狮子大开口 向马修索要更多的风口飞 马修彻底崩溃了 他开着岳父送给自己的豪车 在连续转弯的夜路上 疯狂踩油门 撞上牙壁的那一刻 马修及时踩出了刹车 此刻 一个金蝉脱鞘的阴谋 在他的脑海中成形 隔日 马修告别安娜留下了自己的心作 他联系神秘男 声称要趁着岳父一家离开的时候 带神秘男洗劫岳父昂贵的收藏品 在神秘男上车之前 马修在安全带和气囊上动了手脚 途经连续弯道时 马修突然加速 踩死油门 狠狠撞上了坚硬的牙壁 不出所料 神秘男当场身亡 马修气囊保护 侥幸逃过一死 随后 马修将神秘男拉到驾驶位 再把手机和手表都换成自己的 然后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汽油 洒满车内外 熊熊大火燃尽了马修所有的欲望 完美男人的谎言 就此落幕 现在 那个天才作家已经死去 电视台也报道了 他因车祸去世的新闻 而一无所长的马修 只能回归班远工的穷苦生活 某个寒冷的雨夜 刚工作完的马修路过书店 看到了自己写的七杀小说 成了热销书籍 在他推门而入的时候 看到了书店里的妻子 正在纪念他这位 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 妻子的怀中 还抱着他们的孩子 但这时 马修却不能享受 谎言带来的荣光 只能落寞的消失在街头 让他的谎言永远深埋 好了 本期这儿就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